政府今天正式推出联邦法定机构管理和治理的新指南 禁止行政机构成员和公务员 担任联邦法定机构的董事局主席 以实行良好的治理缝气 避免有任何的利益冲突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敦促联邦法定机构 通过审查各自的框架和愿景 避免违反治理行为 同时提高行政透明度 首相安华今天在首都为联邦法定机构 管理与治理新指南主持推荐理事表示 联邦法定机构的整体表现值得称赞 但还是有进步的空间 确保没有乖离初衷 他举例说明联邦法定机构成立的宗旨 是要帮助低收入群体 但却设立了79家无关初衷的子公司 此外董事局主席还享有每个月将近8万令吉的固定津贴 实在令人费解 对79家无关初衷的子公司 比较50 比较50 安华指出有人将这种情况归咎于董事局主席 由政治委任 但是这种说法显然不正确 因为任何人 无论是公务员 专业人士或从政者 都有可能违反良好治理原则 我们通常归咎于董事局主席还能复杂于董事局主席 我们通常归咎于董事局主席还能复杂于董事局主席尔 首相还说政府将探讨提供额外拨款 将基查监督机制扩大到联邦 州和地方政府层面 旨在确保这些机构和法定机构 营运透明化 以遏止贪污和敛财行为 根据新版的联邦法定机构管理及治理指南 联邦法定机构董事局主席 不能由行政机构成员和公务员出任 这项指南旨在加强 我国132个联邦法定机构的管理和治理 以提高公共服务系统的效能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